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4月6日星期二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一下本港打疫苗的最新情況 在昨天就有消息傳出了 說有一名62歲的男子 在上個月曾經打過科興疫苗 去到上個星期五 他在街上就感到不惜 自行打電話報案求助 但是未及送院已經死亡了 另外一名67歲的男子 他在打完科興第二針之後 出現了面癱的情況 他就狠批特區政府不理市民死活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那名62歲男子的死亡個案是怎樣的 衛生署證實了 在上個星期五 一名62歲的男子在街上出現呼吸困難 當救護員到場的時候 就發現到他心臟躁停 送往博愛醫院急症室 搶救無效不止 這名男子在3月8日 去到天輝路體育館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打了科興疫苗 打針之後在觀察期間並沒有不惜紀錄 衛生署還說這名男子在4月1日去過普通科門診 診斷到他患有高血壓 衛生署接獲了這個情報之後 已經即時聯絡醫管局 就著這件事件獲取更多資料 以進行調查和評估 好 聽到他一說有高血壓 大概就知道 這個專家委員會 在判斷所謂因果關係的時候 多數的結果會是怎樣 我都說了 一旦一個人 是有了不少年紀 他當然有多少毛病 高血壓都是相當普遍的事 但是煩出事之後 就連高血壓、肥胖 什麼都拿出來說一頓 總之有多少就曬多少出來 就說到那個人本身是有些隱疾 或者他是有些長期的慢性病 諸如此類 我真的想問 如果到最後 專家委員會又認為 這個個案是跟打疫苗沒有直接因果關係的話 如果真的這樣判斷 其實是否凡親患有高血壓那些人 都不應該去打疫苗 許樹昌教授就說 三高控制得好都可以打 問題就是當每一個個案出事之後 就連這些什麼三高都會拿出來說餐飽 其實什麼為之控制得好 什麼為之控制不好 是不是那個人不出事就為之控制得好 出了事就是他自己控制不好 根據消息人士就說 這名62歲的男子是退休警察 跟了部分年齡相約的舊同事 近日都去打了科興疫苗 這次事件之後 那些人就很害怕了 到底有什麼好害怕呢 既然打得了科興疫苗 其實就是信政府 信政府就不需要害怕 害怕就是你自己拿來害怕 更何況就是 這群人都已經打了第二針 還有什麼好害怕呢 如果你打了第一針之後 你突然發現自己很害怕 那你還可以決定 究竟去不去打第二針 那你兩針都打了你又去怕 那到底是怕什麼呢 我經常都說怕就不要打 打得就不要害怕 那你都打得了 不需要害怕 怕也是自己拿來害怕的 兩針都打了就回不了頭了 不用害怕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另一單的消息 有一名67歲的男子 在3月26日打完第二針科興之後 就出現了臉痰和歪臉 肌肉就不能夠自我控制 他就狠批特區政府不理市民死活 他認為年紀大的就不適宜接種疫苗 衛生署也證實了這件事 說在上月30日接獲醫管局情報 有一宗懷疑貝爾綿坦的報告 根據資料涉事男子在3月26日打了第二針科興 這名事主就說自己過去身體健康也良好 日常還會行山和游泳 這些說你都浪費 每一個人出事之前身體都良好 身體不好的人都不會去打 這名事主就說在2月26日和3月26日打了科興 但是到3月29日開始就流眼水 第二天就出現臉痰、眼皮下垂、流鼻水和歪臉 嚴重影響到日常生活 他講到慘過梁天來 問題就是究竟他現在這個情況 是跟打疫苗有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這件事不是他自己來判斷的 因為他不是所謂專家 他需要專家委員會的專家去判斷 認為是跟打疫苗有直接因果關係 才是有關的 他自己說是沒用的 一定要等到專家委員會的所謂專家判定後才 才是派彩作實的 另外這名男子 他批評特區政府不理市民死活 認為年紀大不適宜接種疫苗 我對於他這個批評或指控 都相當有疑問 第一 他去打科興 打完一針又一針 這不是特區政府拿著槍迫他去打的 是他自願去打的 是他自己認為特區政府信得過 認為科興信得過 於是他就自己去報名 不是有人強迫他 沒有強制打針沒有局打的 這個世界是他自己打的 第二就是他自己也認為年紀大 不適宜打針 他自己又去打 即是他認為67歲還未夠年紀大 多少歲才夠呢 他的基數是甚麼 他拿彭祖來計算嗎 百百歲命 這樣怎樣維持年紀大 你自己也說年紀大 不適宜接種疫苗 你自己又去打 那你又歸咎過政府 難免會令人懷疑 究竟他是不是出事後 才去找東西賴人呢 可能他不出事的時候 就會不停贊重科興 就說國家自主研發的疫苗 很偉大 諸如此類 你現在就去狠批政府 你打之前不知道 這些東西是 你認為自己被政府困了 不是吧 你打之前 你自己也要理解 對疫苗有基本的認知 沒有的 難道林鄭叫你去打 陳肇始叫你去打 你就真的走去打 喂 你老婆叫你也沒那麼聽話 對不對 好 接著我們又看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前局長蘇錦良 在今天就去打第二針的復必泰疫苗 他表示自己是更偏向 打這個由中國生產的科興疫苗 但是他因為希望到外地探望家人 因此選擇接種復必泰疫苗會方便一些 他這句說話 其實真的隱含了有很多意思 第一 他自己不當局長以後 卸任了以後 不再是這個問責班子以後 原來就有個自由去選擇打科興 或者是打復必泰 因為現在在做官員那群要做show 全部都說去打科興 但是一不做的時候 原來選擇也很誠實 但是他的擦鞋功夫略嫌是噁心了一點 他口頭上就說傾向打科興 實際上就跑去打復必泰 其實你就已經是傾向打復必泰 你都打了 而且你不是打一針 你是打兩針 那你還怎樣傾向科興呢 這些擺明就是吹水不抹嘴 再不是你混針 第一針打復必泰 第二針打科興 你都沒有 還有第二件事 他這番說話 其實就是暗淨地踩低了科興疫苗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說打復必泰會方便一點 那你只是說打科興就沒有那麼方便 那你的方便就是出行的方便 旅遊的方便 因為他宣稱要去外地探望家人 他只是間接說 科興在國際社會的接受程度 是比不上復必泰 如果不是怎麼會復必泰方便一點 所以他都有自己的決定的時候 就不要再拆鞋了 拆來也沒用了 你自己打了復必泰有什麼好說呢 口裡叫愛國 實情他老婆也是加拿大籍的 有什麼好說呢 然後我們又看看 到底本港整體打疫苗的情況是怎樣 在4月5日就是昨天 就是復必泰正式恢復接種的第一天 單日有11700人是打復必泰的 另外打科興第一針的就有9500人 好了 預約方面又怎樣 12800人就預約了打復必泰 只有2500人是預約打科興而已 就是說差了5倍 2500和12800 那是不是復必泰的受歡迎程度高一點呢 似乎現在再看幾天就大幅領先了 好了 接著我們又看看第二針的脫底情況是怎樣 科興第二針就打到第11天了 脫底率就達到18% 昨天累計有18600人脫底 差不多19000人脫底 到底他們在考慮什麼呢 是不是怕出事還是怎樣呢 其實特區政府自己也要想想 現在他們宣稱買了三款的疫苗 既然科興打到現在 似乎受歡迎程度都是一般 若然再有需要補貨的時候 他們還會不會買科興呢 特區政府自己也要交代 定義說哪一種疫苗是受歡迎一點的 他們就主力再買那些疫苗 這樣才能做到所謂的群體免疫 你不能再三種疫苗平均的數量去買 因為你也要顧及到市民的需求是怎樣的 如果你買很多科興回來也沒有人打的 其實遲早的疫苗也會過期的 疫苗不是千秋萬世的 以前在豬流感的時期 曾經是買過一批疫苗 回來香港就沒有人打的 沒有人打之後就拿去銷毀的 那就浪費錢的 到底科興又怎樣呢 科興第一次就沒得好說了 你去平均購買 錢就已經給了 那些就沒得追回頭了 那將來又怎樣呢 是不是繼續要再買科興呢 這件事特區政府自己也要出來交代一下 如果他們真的想做到所謂的群體免疫的時候 你買這麼多科興也沒用 也沒有人打 所以林鄭就不要一味抵賴 例如市民不合作 又不信任特區政府 什麼叫他們打針又不去打 現在復必泰很多人打 蘇錦良也去打 他們為了出行的方便 在上個星期只有科興打的時候 又不見其他人轉軚去打科興 那數字已經說明了一切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